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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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到中國最弱的朝代 宋朝一定入選 宋朝三百年 對我來說是受到遼國和金國的欺負 但是關門 宋朝人的生活其實是不錯的 以清明上河圖為例 他描繪了清明時節 和北宋首都變良和變河兩岸之間熱鬧的情況 但是我們要留意 上河圖並不是在市中心 而是在首都的邊皮位置 不, 京郊也這麼繁榮 可想而知, 宋朝的物質 條件一定是非常好 好, 京郊也這麼繁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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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你知道嗎? 電驚大街最近青霍大減價 我有這張宰山夫人載九字卡 不買就收拾了, 走吧 我不去了 為什麼?真的很划算, 走吧 我不去了 別那麼扭, 走吧 我這陣子的手頭很緊 不是吧?你老公是怨靈 誰都知道我們大宋公務員的人工 是超高的 當然了, 你老公的工錢 又會少得去哪一家 我怎麼跟你呢? 你老公就是宰上一品大冠 月前有三百冠 還沒計算那些… 有, 姨媽攤, 籌斷 加上你家裡的僕人 穿那些衣服都是政府幫你出錢 喝你洗了 你別騙我了 張師奶的老公就是知事 她的月前有二百冠 你老公是怨靈, 那就算是市長 人工怎麼會少呢? 不怕了, 我連不說一句都告訴你 我們大宋公務員的官員 鬼仔, 大勢超 我老公就是百品怨靈仔 你月前, 得過, 這麼累 這麼累了? 什麼? 這麼累 什麼意思? 一個月做了二十六天 每天八個小時 劇集賣每個小時只有二十四元 還比最低工資還低? 蓋會落得慘了, 洗碗 當然慘了 還要一年才出一次糧 我年堂買多件衣服 年尾又很慘 你這樣吧… 不如這樣吧, 你借給我 我老公明年出來的時候 我再還給你 我知道前面有一間銀行 開到晚上九點 借錢再去購物也行 稍後見 表夫 走 乾杯 好, 乾杯 相信大家都會讀過 岳飛之少年時代 背重過岳飛、智鵬舉 雙周、湯陰人也 也會記得他打金兵的時候 連接十二度金牌 對, 就被迫班師回朝 岳飛身上刻著正宗報國的事 家傳戶曉 不過這件事出了少許問題 過去五千年 中國歷朝歷代出現了 無數帝王大將奸臣合格 也因為這些歷史人物出現 引發了無數棘手難命 疑點重重的大王案件 譬如說人口失蹤案 禁攻謀殺案、真假騙案等等 所以我天字第一號大獲物探001 以精密頭腦抽絲剝繭穿梭古今 透過史信 為大家打開大獲歷史真相 今天為大家拆解的是一宗發生在南宋時期的千古片案 而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身旁的岳飛 岳飛是南宋時代的抗金名將 以忠義見稱, 為國家領立其功 力保南宋的半壁江山 古語有雲, 砍山義, 砍岳家軍難 那些λέper在我身上都會很為人 宇宙師傅, 好像這樣 夜我一天都會玩 開眼淚, 走 開眼淚, 走 你心會想, 岳飛一生中中正直 究竟發生他身上的千古騙案 是何時發生和怎麼發生的呢? 在這一刻, 不如我們一起來案件重現 根據流傳後世最為人熟悉的版本 岳飛十九歲的時候 宋輝還進行全國招兵 日甚保家衛國的岳飛 當然是當仁不讓, 接受朝廷的徵召 當岳母知道的兒子可以衛國效力之後 亦舉腳贊成 於是立即在岳飛的背部 刺上精忠報國四個大字作為家訓 但事實又是這樣嗎? 你最好一刀 伯母, 針下留人 你…你誰? 小弟自我介紹 我就是專查古代疑案的 大鑊物探00一時 伯母, 請恕小弟冒昧 對, 請問你是做成行的? 我做成行? 我們世世代代都種田的 家夫除夫, 我當然是個家庭主婦 這正正就是問題所在 試問一屆家庭主婦 如果他識字的話 是不是有一點疑問在這裡呢? 你幹嘛說我媽媽不識字? 小兄弟稍安無躁 好, 我現在嘗試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才會知道你媽媽懂不懂 你一個字了 郭伯母, 這是什麼字呢? 媽媽, 讀給我聽 不用太尷尬 完全與你無關 因為只不過是傳說所謂 根據宋史的岳飛傳所記載 岳飛背部刺賞的是 就是精忠報國 並不是精忠報國的 至於為什麼後期誤傳為精忠報國呢? 原因是這樣的 根據宋史記載 在紹興三年 宋高中見岳飛抗敵有功 於是親手寫了精忠岳飛四個大字給他 似在岳家君旗上, 以壯士氣 可能後世就在以俄傳俄的情況之下 將精忠岳飛和史實的盡忠報國 混合在一起 搞得變成現在的精忠報國了 原來如此 不過錯字這些東西, 遲些再改 其他的三個字沒錯, 那我刺的了 慢著 又怎樣呢? 其實這宗千古騙案還沒結束 因為中國古代雖然說 這個至稱技術是流行一時 但是一門這麼專業的手藝 又怎可能憑這個繡花針或刺就刺呢 難道用刁、黑刀? 那又不用了 你最需要找一個 令你安心又放心的專業紋身師傅 在古代我們稱之為 用來紋筆像的人幫忙就行了 紋筆像? 這個就是紋身三寶的第一寶 是紋筆像用的 包括有梅花針和三角針 它的用處很廣泛 但用法是怎樣呢? 在紋身之前點一點墨 然後一針一針地刺在皮膚上 針我沒有?墨水我有 非常好,不過這只不過是第二寶 還有第三寶 什麼? 第三寶就是這碗紫血湯 盡忠報國這四個字,很多筆劃 你說聞完身之後 周身血流得很大聲 你不喝一碗紫血湯 我怕你流到大出血死了 也報不到仇 真的嗎? 對 歷史奇案真相拆解 阿森… 根據宋代民生的專業性 岳飛母親的身世 還有在古書上 從來沒有記載過真正的經手人是誰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在岳飛背部刺稱的可能另有其人 還有,在岳飛背部的盡忠報國 後世誤解為精忠報國 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 這個可能是青古騙案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清歷史真相 太好了,不用碰碰紫血了 做死你了嗎? 今天我們來補習一下 秦始皇,成皇之路 秦皇認證,十三歲就開始當皇帝 不過這個皇帝只不過是掛名的 說是人其實是呂不偉 但是呂不偉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接受了李斯的投靠 為了想認識他 因為這樣,秦始皇就有機會認識到李斯 李斯,李斯於是就成為了秦始皇的腦袋 替他想辦法 這個皇帝也要擁有機會認識他 你為什麼要來天啊? 我要青霸中拳就要殺殺所有敵人 包括他… 霸王,你也要殺 你爬子,你也要殺 殺…因為所有人都可能是刺客 所以就連經我更出名的刺客 都被我殺了 而我殺得最開心的就是最具威脅 對我最大惹心的女不惠 為何秦始皇要等了九年這麼久 才可以獨攬大權呢 因為在古代的秦國 男子會到達二十二歲 他行成人禮才叫做大人 所以他雖然身為秦皇也會被人罵 誰罵他就是乾爺的女不惠 為何這麼生氣他 就是由他十三歲成為秦皇 那時候說起了 阿靖 中虎 說兩句… 說兩句,中虎 我女不惠表面是秦相 表面是你中虎,好像很大權 真是成功,實質我是一個貪錢的生意人 根據史書的記載 呂不惠的確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而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買賣 就是看了秦始皇的父親,二仁 話說當年秦國派二仁 去到趙國做人質的時候 呂不惠已經覺得他是一件貨貨 於是用了他所有的身家 人力和財產去幫助二仁成為秦皇 最後當然是成功了 成語,其貨可居,就是這樣來的 表面是一個生意人 實質我是一個有文化的作家 呂先生這次又說得很對 根據史書的記載 呂不惠曾經命令他的門人 寫了一本叫女士春秋的書 當中二十多萬字 就是包含了春秋戰國的歷史 和一些人民知識 成書之後 他把這本書掛在史集上跟大家說 假如你找到一個錯字 積上黃金一千兩 成語一字千金就是這樣來的 最後怎樣呢? 最後當然沒人找到一個錯字 因為…成相,誰敢得罪他呢? 我表面是一個作家 實質上我是你媽媽趙姬的姦夫 你說什麼? 口快就快說多了 不過很多事不應該看這麼表面 沒有我就沒有你媽媽趙姬 沒有我日子也不會有你 表面你就是秦皇 實質上也是秦皇 只要你記住,聽聽話就說 你只是一個十三歲的死小子 就是這樣 十三歲到二十二歲,未成年之前 為了過著九年忍辱苦中 最慘、最變態的日子 但是我媽媽她是淫婦之中的淫婦 我最親的人竟然是我最大的仇人 所有人都笑我,連狗也笑我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令我變得更毒、更強 幸好,在這個時候 讓我遇到一個仰慕我的人 遇到一層兩道次都笑 проб癒 我最喜歡,又失禮,先說好 絕對我 野獎 牛少爺在尋住 你不要讓肥皮太沒力 太沒力 等一下,怎樣 走開 tod賊 幫小哥,十二 naszym 龜少爺在帥ί 好, 公元前二二一年, 朕屯齒王 同學, 聖上李師 皇上 朕終於很偉地打贏六個 齊楚燕瀚召藝, 還完了 只剩下秦國, 之後新中國 從此各泰民案一帆風頌, 一統天下 天下就只有朕一個人作主 只有朕屯齒王 好棒 你別阻礙這條路, 叔叔 你…你…你什麼? 這條路是你嗎? 大膽, 你知道朕是誰嗎? 聖上, 我們倆在韓國的地方 我倆今天在微服出巡 我知道你是誰, 蘇姬吧 蘇姬? 你搞什麼? 不是已經出了皇榜說新中國已經誕生 朕秦像黃一統鐵下嗎? 是呀, 出走了… 在那裡, 就是這一張 什麼文字呢? 英文, 當時是七國的文字 鬼這麼亂, 我們大從的文字 他們又不明白, 他們的文字 我們又不懂… 用英文來寫皇榜 是一種誇張的手法 秦朝統一中國之前 中國一分為七 七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 例如貨幣, 你用龜殼 我用貝殼, 玉又當錢花 秦始皇就統一了 只是用金銅圓形的貨幣 亦規定了車軌, 闊是六呎 長短大小, 重量單位 全部都要統一 齊國的馬字是這樣的 楚國的馬字是這樣的 英國的馬字也是這樣的 韓趙毅的馬字也是這樣的 而我們秦國的馬字也是這樣的 秦國的小說是最骨子的 法定文字就是秦國的文字 其他什麼貨幣, 杜兩行 全部都一樣做,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 你真的很厲害, 皇上 原來你同一套這麼多東西 看到了, 要不是朕同一套車和鬼 今天又怎麼可以出巡 怎麼可以隨便大江南北 怎麼可以條條大路, 通羅馬 羅馬這麼遠, 你坐這樣的車去 還沒去到都死了 不用我想的, 有利私在 你去到這裡, 你才搞定 皇上, 我有很多事情想的 我又要幫你想想怎麼起長城 又要想想怎麼起惡房宮 還要想想怎麼去徵兵馬俑 也不僅如此 你最近說我叫我找同男同女 讓徐福去馮來找長生不老約 不用你找這裡兩個同女 不要安靜, 我們是同學 不是不玩嗎? 玩…說事說 不過你應該是被人困了 根本就沒有鳳來 根本就沒有長生不老約 那個財福哄你給同男同女去 其實就是去東營那裡幫他開枝散葉 很可能變成現在的日本人 那就是沒有長生不老約 那就是死得, 皇上 根據歷史記載 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時候 暴斃而死 當時李師的確在身邊 究竟秦始皇的真正死因是什麼 是不是這兩個女學生下毒呢? 到這時今日, 原來是一個謎 皇上 李師是不是這麼女性化呢? 但是史書並沒有特別記載 誇張他對秦始皇的仰慕 是有原因的 他由飾客爬升為丞相 秦始皇打造陵墓是李師監工 秦始皇駕崩, 李師也在他身邊 親密的程度不等於愛情 但是深刻的程度確是難得 第四次出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